最能够打动一个人的 大家想想什么 利害 因为利害最能控制一个人 什么是利 什么是害 利害最能打动 因为人都有软利 什么是软利 利害就是软利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韩信对人总是一种态度 就是知恩图报 以德报怨 他是这样来对人的 当然他也希望 别人也能够这样对他 这往往就是善良的人 最容易犯的错误 我不害他 他还会害我吗 你觉得刘邦对你好 那只是你们俩是利益一致 他对你好 一旦你们两个利益相冲突的话 他绝不可能对你一直好下去 有的人性格非同是果断 有的人的性格就是犹豫派华 韩信是犹豫派华 那快松举了很多例子 他说猛虎要是犹豫派华 他还不如那个 曾差世人 不如那个分辙人一下 千里马要是犹豫了 他还不如那个猎马 一个勇士要是犹豫了 他不如一个雍人 一个聪明的人犹豫了 他还不如个哑巴 哑巴还会打个手势 所以说犹豫不约害死 记得点赞关注